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非常高兴可以向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欢迎 在这个感恩季节里面带给我们智慧的都是老师哦 欢迎陈美玲 欢迎美玲老师 请坐 谢谢 老师是 不知道老师是几声带 我们通常讲中文讲双声带 就是你会两种语言交换用 所以我们以前讲演艺人员啊 演员或歌手很多双声带 我在下面算了一下 你算是四个频道 四声带哦 老师的母语算广东话吗 广东话 是 我是广东人 广东话 在香港出生 好 然后再加来 那你觉得你后面第二个语言 你要算华语还是日语 在你的成长经验 应该是英语 读书的时候都是学英语 好 然后老师出道的时候 日语 就开始说华语就是博语了 然后现在是这辈子用的最多的 日语 日本太太嘛 日语四种 老师是四声道 那老师讲华语的机会 应该相对少 对不对 在生活里面 对的 就是来台湾 去大陆的时候才有机会说 海南外华人朋友老师 带给我们一个圣诞礼物 就是老师的新书 我们待会会介绍 但是呢 其实老师这本书 我觉得是在 就是非常非常重视那个教育 那也有很多人把教育跟成就 连在一起的 就这一本就是我把三个儿子 送入了史丹福 这本书就引起很多的这个讨论 老师那时候也有为这本书 来到台湾 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个没有多久以前 好 那三个儿子 现在有两个已经毕业了 他们家有三个平 和平 生平 邪平 这三个孩子在他人生当中 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邪平还在Stanford 对 现在是大学四年级 四年级 他的两个哥哥 在史丹福毕业以后 现在的生活情况 那就是和平跟生平 他们现在都在Silicon Valley 都在那边 都在那边啊 毕业之后 我的大儿子现在 今年刚好当上了他们公司的CEO 他也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然后他几岁了 32岁了 我们会说32岁就当上CEO 好高兴 而且他今年结婚了 是吗 就是我们现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他已经结婚了 他结婚的是台湾姑娘 是 可是他会说华语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女儿 很好的姑娘 看你现在想到你当婆婆了 然后华语讲 我觉得他喜欢得很好 我很高兴 现在我在台湾有亲家 对 所以连带又更强了 好 所以老大已经结婚了 这个在睡眠都还不知道 那请问他的弟弟 第二位读Stanford的生平呢 他现在是工情师 就是engineer 他的工作是比较专门 可是他很喜欢音乐的 所以他还有一个夜阅的band 乐队 因为你在Stanford念了 这个教育的博士 然后三个孩子跟妈妈 同一个学校 那当然因为他是一个名校 也是一个好学校 所以我很想知道说 当我把三个儿子 送入了Stanford 这本书出版到现在 你碰到最多的好奇 最多人看了这个书 想问你的是什么 他们问我是不是 叫我的孩子们做学霸 哈哈哈哈 这也是我妈 他们是学霸 我说不是 因为我教小孩子的方法 就是很自由的 而且就是要叫他们 他们要好学 自学 活学 就喜欢学习 自己去学习 学习的东西 都可以在生活中 用得到 所以不是普通的学霸 我很重视就是不要 拿我的孩子 跟别人的孩子比较 因为比较的话 他们就 自我肯定力会降低 没有自信的话 他们学习的时候 就不高兴 那之前这本书出了以后 有没有带给你一些困扰 比方说哇 你是送入史丹福的专家 这样子 其实就是因为我不是专家 我是教育小孩子的宗旨 就是要他们做一个快乐的人 相信自己的人 有梦想的人 就是每一天起来 就是觉得很开心 晚上不喜欢睡觉 因为太喜欢生活了 早上起来的时候又很开心 我就希望可以培养我的孩子 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也会感恩 知恩 报恩的人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变成一个 可以受史丹福喜欢的人 然后人家问我 为什么你的孩子 都考上了史丹福 我才慢慢的想回来 为什么他们 史丹福觉得他们好呢 你是在 现在已经有了老大和平 对不对 后来又是在 史丹福毕业的时候 还多了一个抱在怀里的生平 就是你是在我们一般女性 在那个情况下 绝对没有办 yes 绝对没有太多想法 去选择去念一个 挑战一个 一个那么高难度的事情的时候 你做了这个去史丹福 念博士的选择 那 现在你是联合国UNICEF 儿童清善基金会的大师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到底书念的那么多 有的人都会问 到底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我念博士学会 给我很大的信心 信心 因为写那个博士的论文 真的很辛苦 那个时候就是我 读完了课程回到日本 那一个人在日本写那个论文 很孤独很辛苦的 那早上我就是带孩子做工 然后他们睡了我才开始写论文嘛 那每天晚上都是没有睡觉的 那有一天晚上我在写论文的时候 我的第二个儿子 生平 那应该是宝贝 还是两岁多了 拿着他的胚子 然后就跑到我的桌子 然后转到我的脚的里面 这个桌子的下面 抱着我的腿 就睡着了 哇 我很难过 就是他很想妈妈了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大儿子也来了 他就没有脚抱了 就抱着我的凳子的脚 在后面睡着了 那我的丈夫就来了 他说 他抱什么 他说 你要命还是要做博士 快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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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 可能我不应该做博士了 我应该去睡觉了 应该放弃了 可是呢 我的小孩子 我看着他们 我觉得 要是我半途而飞的话 他们长大 也觉得 不会挑战自己了 所以 那一天开始 我就把我的 所有的东 都搬到那个 书房里面 我就跟他们一起睡 睡在地上 然后再 睡好了 我又再 起来做工 就这样 写了差不多一年多 才把论文写好 你看 你说和平 今年32岁 所以我们把时间 回到那么久以前 这些画面你都还记得 可见这个过程 对你来说 你说真的是走过这个过程 你会相信自己 我可以去接受挑战的 对 而且我也希望可以鼓励 所有的女生 要是你真的想做一件事 孩子不是阻挡 应该是你的力量 他们给我很大的力量 因为我要 他们长大之后觉得 妈妈你真棒 现在美玲老师呢 又认识了更多更多的孩子 所以她今年呢 我说她带给我们 这个耶诞礼物 来美玲老师 你帮我们把 从袋子里面拿出来吧 好的 这个是 好 我们都是地球人 然后这个是 取了一个富标 老师念给我们听吧 被违盲的孩子 我这边看到的是四本 对不对 哪一本是用中文先写的 人生的38个启示 是中文写的 就是自传的 然后其他是用日文 然后翻译成繁体中文 跟简体中文 我第一本书是我死 十八岁的时候写的 我已经是出版了 现在有九十多本书了 是 那接下来我们看了 老师带来这份 圣诞礼物 这本书很有意思 因为我看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这样子翻开 然后看哪一篇 然后美玲老师 就跟你讲一个故事 因为我们说 她是联合国儿童 亲善基金会的这个大使 所以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很多故事 那也等于你把世界很多地方 看了一圈 应该是二十多个国家了 那你一开始接受 第一个UNICEF邀请的时候 你自己的三个小孩 最小的还多小 就是你分身还去做海外的 这一个慈善工作的时候 第三个儿子还是很小 两岁左右 可是我是第一次我到非洲 不是跟儿童基金会去的 是跟日本的一个电视台去的 因为那个时候它是Ethiopia 就是他们打仗 还有耐战 还有那个寒灾 所以有几百万人 差不多要死掉了 所以我们去救援他们 第一次到非洲 就把我的人生变过来了 怎么说 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是北部 那个地方最困难 因为没有下雨 都是好像沙漠游泳 干的 干的 你看到他们衣服也没有得穿了 知道他们有多瘦 瘦到就是我们说 不是说皮包骨吗 皮跟骨不连在一起的 他们走路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个皮在屁股的 在飘 飘呀 而且有些爸爸妈妈 根本就是站不起来了 就是爬着 可是后面还是背着小孩子 他们在地上爬 小孩子就拉着他们的皮 我看到很难过 那么我们第一次下车 就是把那个 拿到那个 一个小屋里面 那我们一下车 那边那个村子小朋友就跑过来了 小朋友一跑 哇 飞煞 很多 觉得难受的就是那个 fly 苍蝇 就是好像 black clouds 一片都盖住了 就是打着弯子就飞过来 都飞过来跟小孩子一起来 我们就下了一跳就退后了 那小孩子又停下来了 就是一秒钟两秒钟 我就觉得哎呀 你是为小朋友来的 为什么你现在去看他们 你怕什么呢 当我在想的时候 孩子都跑开了 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wheat 掉下来了 他们去抢 他们去抢 就 跑到我们的脚啊 转到那个车子下面 不理就是沙还是wheat 就拿着放在嘴里 就吃掉 因为是沙还是还有固子嘛 就是也是剩的嘛 所以他们一边吃一边就流血了 就是饿得那么紧张 这是你第一次去 你都记得所有的 我们回到车子 大男人都哭了 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跟当地的人学了几句话 然后就改了一首歌 就是可爱的小朋友啊 大家好吗 就是朋友 我跟小朋友不会说话嘛 我就唱了这个歌 那小朋友他们望着我就是 不知道我是谁嘛 后来慢慢他们可能明白了 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站起来 站起来他们的大腿啊 差不多我的手指 三个手指四个手指 那么那么瘦的 那他们站起来做什么呢 他们站起来跳舞 跳舞来欢迎我 所以那时候他们心里是真的高兴了 那我就觉得哎呀 不管了 在这里生病也好 死掉也好 也是值得了 我就可以抱起他们 跟他们亲他们 跟他们一起玩 真真正正正的跟他们交流了 那一秒钟我就是觉得 啊 我真的是活着 我真的是活着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很高兴 好像心里面开了很多花 你在地球二十几个角落里面 如果你可以像第一次那样抱住那些孩子 让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被世界遗忘的 你就愿意去 但你家里后来还有三个 然后他们的成长时间也很长 你曾经提到过 你就会准备一些惊喜的小袋子 因为我到非洲啊 或是去亚洲 有很多地方没有电话的 那个时候我就 孩子们还是很小嘛 所以我就怕他们 嗯 很早嘛嘛 因为每一次我去探访世界的儿童们 要去十天或是两个礼拜这样子 那就快半个月了 对 所以呢 我就每一个人呢 每一个小孩每一天做一个 有一个惊喜的小袋袋 那小袋袋里面呢 就是放一点吃的 有一些时候是放一本书 要是他们可以看字的话 就写一封信 三个小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包包 那个小包包呢 就是我去十天的话 就做十个 每一个人都有十个 就是做三十个了 嗯 然后呢 交给奶奶 奶奶每天晚上他们睡着了 就把他床在家里的不同的地方 那他们起来的时候呢 就去找了 找到那个惊喜的小包包 就把他打开 就可以有一些玩具啊 一本书啊 什么的 就可以一天就是用那个小袋袋来玩 所以他就会觉得跟妈妈 其实还是有连带 他们很喜欢的 因为每天早上他们都很喜欢起来 要看看妈妈今天放了什么 在袋子里面嘛 他们 我回家的时候 他们会说 哎呀妈妈回来了 明天没有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成功的 希望他们 看你媳妇以后也交下去 好 和平的太太 嗯 其实我们今天跟美音老师在这边聊 你知道吗 不只是美音老师 他自己的人生的很多故事 然后他 他真的是一个地球人 然后他的爱 把很多地方的关心 concerns串联起来 而且其实你在日本的 女性的社会参与上面 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 你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以母亲的身份 到参议院 到日本的国会去发言 然后你的角色是工作中的母亲 因为我生了大儿子和平之后 那个时候我是在电视做很多工作 有这些节目这样子 可是因为他是吃人奶的 我就说 你自己哺乳 嗯 所以我就说 可不可以给我休息多一点 他们说 不可以了 你要回来了 我说 那么我可不可以带 baby去 他们说 可以啊 你把你的狗 你的猫 你的乌龟 你的什么都带来吧 这样子 那我就把我小孩子带去 可是 有一些人就说 哎 你的结婚 生了小孩子 还有工作 还有工作 还有带小孩子到工作的地方 你实在是太贪心了 你什么都要 不可以这样 就引起了一个叫 美灵论争 Agnes Controversy 有一部分的人就说 女人跟男人应该是平等的 要是她觉得她喜欢做工的话 社会应该自欺她 那那个时候 刚好 日本开始 女生就是不生小孩了 所以 他们就叫我去 国会 你觉得你生的小孩子 你工作的环境是什么 社会对你的看法是什么 那我就是说 应该是鼓励 年轻的妈妈 多工作 多生小孩子 因为不需要选择的 只要社会能够帮助他们的话 应该两方面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在那个时代里面 你自己做的一个选择 其实你变成了一种 日本年轻母亲的 一个社会角色的一个缩影 可是呢 有很多人就是攻击我 说你要改变日本吗 对 那时候会不会有人就变成说 以你的身份跟背底 你想来改变我们日本 为什么你那么大胆来改变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日本的想法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有到那么激烈的 很大的激烈 差不多两年多很辛苦 我觉得很辛苦的那个时候 有一些时候就是跑到那个 我在跟小孩子洗澡的时候 就哭了 那我的丈夫就进来说 有什么好哭的 要是你是觉得你是做得对的话 用你的人生来证明 我说哇 这句话太重了 我做得到吗 就你做到了 他很了解你 那时候真的很惊慌 可是他有很巨大的那个勇敢的力量 就你在书里面讲到说 你去拜访的地方 其实不只是穷 大部分都还危险 他有疾病的危险 有那个政治啊 战争的危险 希望他把儿童士兵都放了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南苏丹 南苏丹 因为他们打仗打得很久了 现在还在那一战 他们就是用很多儿童兵 18岁以下的 那其中有一个 小的有没有十一二岁的那些 没有啊 六岁八岁四岁都有啊 当儿童兵 当儿童兵 因为现在那个武器 武器是很轻的 小朋友可以拿得到 做得到吗 那后来呢 他们就是有一万二千多名病的 有四分之一是儿童 那他放了六百个给我们了 我们就在训练他们 教育他们 让他们可以回村里面生活 可是我想 放了六百个 还有两千多个 那要不要去跟他多说一次呢 他在里面 有很多外面就是病死 就拿了六五七 我是有点惊的 惊慌的 当然了 那进去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大很高大的人啊 很黑很高很大 那我坐下我就是觉得啊 我应该用笑 微笑 因为我以前是偶像嘛 我的微笑应该有一点力量的 所以我就用我的微笑 我说 我觉得小孩子不应该拿去打仗 他说对啊 应该是家里接受教育 这才是对啊 那我说你为什么呢 你用那么多儿童兵 他说不是啊 他们父母没有了 他就跟着我走 我是养他们的 那我就说 你现在还有二千多个 可不可以都放给我们呢 那旁边的人就开始说 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就是很凶了 可是他没有想到你会提出要求 他没有想到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要走了 我们要走了 现在太紧张危险了 我就觉得很希望 因为还没有说好嘛 可是已经不可以说了 我就用我的眼神 用我的手啊 我抓着他的手 我说用我的眼睛跟他说话 我说放吧 你放吧 你放吧 可是他就没有答复我 我回到车子里面 我就觉得很 觉得我很没有用 我这个偶像的微笑啊 三十多年前可能有用 现在没用了 救不到儿童 我觉得很希望 希望 我觉得很 很不高兴了 后来回到日本 两个月之后 好消失来了 那个Cobra 他们把所有的儿童病都放了 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跳起来 拍手 我很感谢 真的很感谢 就是我觉得 无论你是一个 怎么的人都好 一定有一个 在心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恩性 要是你碰到他的那个 很是温暖的地方的话 他会变的 我觉得很危险 很危险 我觉得看美玲老师的书 我这次这四本 一起在一段时间看完 我会了解说 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在这么娇小的个子里面 你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觉得那是爱的力量 哦 陈美玲1969年以色口见 后遍日港台 初高中的她 在日本和邓立军齐名 长发短裙白袜造型 掀起东鹰女孩模仿潮 招牌的微笑 日本人至今难忘 15岁是跨国青春偶像 2007年当了联合国大使后 更将甜美歌声带到世界之荒 足迹踏遍20多个战乱贫困国家 2018年冬天来台湾演说分享 《抢人大战》 陈美玲形成满党 讲台上播放着一张张幻灯片 每段都是陈美玲难忘记忆 1990年她到了越南探视病童 越战时美军投放的枯叶剂 造成畸形而无数 最难忘的是 拥有天使般脸床的婴儿 幸恩 我抱她的时候 平常小孩子因为有脚油 她没有脚也没有手的 会动嘛 她不会动的 很难受 很难过 回家后 三岁儿子鼓励妈妈 把那宝宝带回来 陈美玲致电领养 却发现小幸恩已经死了 短暂相遇却成最深追忆 她也到过南苏丹 面对手揽鲜血的军人 用歌声 微笑 卸下对方心房 我就觉得很难过 然后我说 我唱一个歌给你们听 他们说是什么歌 我说是想嫁的歌 没有机会回家 家人在等你 你回去的时候 他们就很高兴 就像一只燕子 回家的样子 然后我就唱了 回来的燕子给他们听 不要排回 你小小的心花 这里的酒潮依然在意 战火无情 军人最小才六岁 他们听了都哭了 哭得不得了 把那个包着 念的布都拿下来了 就哭得不得了了 就一直在拍手 一直在拍手 一直在哭 然后小的一点 就走过来抱我了 她说很想家 很想妈 不知道妈还不在 在不在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可以回家 走过枪林淡雨 接触饥饿疾病 每趟住房 与死神交手 陈美玲却没想过 停下脚步 因为我不去的话 谁去呢 我当大师的时候 就是要 会那些小朋友说话 代表他们 把他们的故事带到 回日本带到世界 所以 我是选择 最难去的地方 没人去的地方 当你迷惘 就选择最难走的路 这是爸爸过世前 留给他最重要的话 爸爸是他的勇气 也是他的天使 当我开始唱歌之后 旁边的人 对我来看我的时候 就是我的价值 就是红 不红 可是爸爸是无条件的爱我的 他不需要我读书读得好 也不需要我唱歌唱得好 红不红也不管 他就是当我是一个人 他的女儿 他所爱我 知道自己是谁 想去哪里 这是父亲给他最大的观念 也深深影响到陈美玲对孩子的教育 31岁结婚生子 事业家庭两头烧 却还能拿下史丹佛教育学博士 跟教育出三个儿子 前进了史丹佛 他的亲自教养法 引起许多人关注 谢谢 谢谢 但是我不是一个才人 演讲签书会现场 聂云曲爱玲 台湾的公众人物 也来向陈美玲取经 我很小的时候是住在日本 然后当时呢 其实他是我哥哥 一个十三岁的青少年的偶像 看过他在演艺圈的发展 但是后来知道他进了史丹佛 然后拿到他在教育学的这个PhD之后 其实我自己也开始有点肃然起敬 所以可能是过来人的角度 我觉得听了那个是真实的经验 对于孩子的包容跟接受 这个是爸妈容易说到不容易做到的 但你可以从她的口中知道 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吧 陈美玲这三个字 在她人生不同阶段 都写下成就非凡的记录 歌手 演说家 作家 儿童心理学家 究竟哪一种身份她最爱呢 当三个儿子妈妈就是最幸福的了 最幸福 最开心的事了 我觉得是好像是一个礼物 是上天给我的礼物 三个儿子 世人眼里陈美玲一路顺风顺水 但2007年陈美玲离化癌症 她也曾沮丧难过 但她依旧努力对抗病魔 我被了病之后有一句话很喜欢就是 每天都是我的生日 每天都是我的生日 我是觉得不知道还有多久 我是很忧虑 我希望可以做多一点 是 还没有做完 是日本吗 是日本 是韩国吗 是韩国吗 是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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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身体却有无比力量 次次出镜只为下趟旅程节目 就像她15岁唱的歌一样 旋转人生 努力活出精彩的生命力 因为你的先生跟三个儿子 你好像住在那个男生宿舍里面 我们来看一些美玲老师 跟他所爱的这四个男人的照片 这是谢萍他毕业 中学毕业的时候 这是我们到夏威夷 这是我刚到史坦福的时候的照片 这是谢萍考上的史坦福 最壮的是不是生平 最壮的是和平 是吗 是大儿子 他跟和平大哥哥差几岁 他们两个 他十岁啊 差十岁 但我相信他们感情应该很好 他们三个的感情太好了 我觉得我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感情很好 因为我不可以跟他们一起过议事 可是兄弟可以互相关怀 这是小的时候 这是我毕业的时候 我得到博士学位的时候 那时候你几岁得到博士的时候 我应该是三十多岁 是九四年 这是最近的 最近的啊 因为协平他买了那个 FUNNY CHRISTMAS SWEATER给我们 这是难看的 CHRISTMAS SWEATER 这是博平他用他的零用钱买的 我是很自卑的 可是中学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去做义工 我看到在香港有很多小朋友 真的很困难 我就是会他们唱歌 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就 那个唱片公司的人就来找我去做歌星的 所以没有小朋友的话 我根本不会是现在的我 我相信你对孩子的教育里面 他们也用他们的生命证明 他们是很不一样的男人跟男孩 我特别喜欢在书里面 就是老大和平跟你共同写了一本书 对 然后这个新郎官老大和平 在这本书里面 他说他自己的物欲非常低 然后他说他的物欲低到说 甚至妈妈有时候都会跟他说 我拜托你去买一双好一点的鞋子吧 他带一个这么爱花 就是一般人就是消费物欲这么强的美国 他很早就去了 因为很多朋友都问我 你怎么叫你们的小孩子那个金钱的观念 这非常难教 我就是告诉他 我不是告诉他们 用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 怎么去管钱什么的 我是叫他们最重要的东西 都是金钱买不到的 所以幸福 比如说爱 比如说朋友 信任什么的 都是金钱买不到的 所以金钱不是重要的 东西也是不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你心里面 还有就是你对人的态度 所以从小他们就是觉得 玩具什么都不是重要 最重要的是跟大家交流 跟大家游戏这样子 所以他们都不喜欢买东西的 可是这叫得太好 他们现在他们穿的衣服很难看的 哈哈哈哈 这么骂得以理吗 高中的衣服还在穿呢 这个裤子都断了 都破了 我不知道是流行还是不流行 我就是觉得 哎呀 买一条新的裤子 鞋子不穿没有动 他们都不会买的 就是太晚饱了 可是跟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 希望他们穿的比较好看一点嘛 可是我觉得他们是很好 这很痛苦 沈平他回家就找他爸爸的旧衣服 就穿一下 这个很好 那我带回去了 这样子 那斜平回来就找那个老二的旧衣服 把他的旧衣服拿回去 所以他们都是扑破烂烂的 他从小 他觉得他的心思 他喜欢放在什么地方 他不会放在这个地方来 满足他自己 对 我记得他第一次 Sing Zik Get Promotion Get Promoted 那我就去买了一个名牌的带子给他 等一项礼物 对啊 我说你现在 比较机会高了一点 又拿一个比较好看的带子了 他骂我 他说 我的儿子他说 妈妈 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拿回去 换钱回来 Refund Refund 我说不能够違反 我在 Duty Free 买的 那他说 好 那我就拿 拿着 可是我拿着这个带子 就是要告诉你 下一次不要做这件事 我就是觉得很 我就是觉得好像他 他在嫁我了 但是说不需要名牌 带子就是普通一个带子就够了 因为我觉得我有自信心 不需要用名牌 那所以现在我也不买名牌了 我们来看下面有一个地方是叫 摩多瓦 看一下摩多瓦的合照 老师 摩多瓦 可能很多人听都没有听过 老师是为什么会代表联合国到摩多瓦这个地方付出关怀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这个摩多瓦 这个地方本来是Soviet Union的 后来他们独立之后 就是经济很差 那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有很多人去找那个女孩子 做卖身 把她们卖到苏联 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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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key 卖到Europe 卖到欧洲 把她们送进那些卖村的地方 好可怜的 有一些小朋友 我见到他们 他们就是 买到 Russia 那 比他们站在 冬天 下雪的地方 找客人 他们要 跳下来 有很多 小孩子 受不了 就 跳了 死掉 所以你是把这些故事 当你看过他们之后 然后透过你的口 或者透过 你写的书 因为一个书出来还有日文 然后有翻题跟简题的中文版 你可以让上亿的人 开始对 什么叫摩多瓦 它是一个国家 一个东西 还是一个什么 一个牌子吗 不再会觉得 他们的事情是天方夜谭 这样子 对 我就希望 多一点人关注 是 有一个在 Kanboda 我见到的小孩子 他十二岁啊 他妈妈已经卖了他两次了 第一次卖去 然后把警察抓了 抓到他送回来 他再卖一次 买一个小朋友啊 就是大约五千块 台湾的 五千块 就可以买一个小生命 我就是觉得这个 真的不可 不可以允许的一个情况 小林老师 我看你的书 你可以 这么的在不同的人身上 因为 人的心 你可以 看到他们的 痛苦 需要 其实是不是因为你自己 在你的 少女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对自己的 身份认同 有过 有过 有过一个比较 比较 有啊 所以后来到 你碰到这件事情 你就不会用自己的 身份去 看别人 我是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我小的时候是很没有记性性的 因为我要两个姐姐啊 很优秀 对啊 大的姐姐很漂亮 也是明星 第一个姐姐就是读书读得很好 也是医生 那我妈妈时常就觉得我是 没有那么好了 亲戚朋友说 哎呀 为什么美玲不像她姐姐 美玲怎么了 妈妈就时常说 哎呀 她在我肚子里面的时候 生活特别辛苦 可能吃不够 所以我是很自卑的 可是中学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去做义工 我看到在香港有很多小朋友 真的很困难 生活很差 有些是没有妈妈的 有些是没有脚 没有手 有些是有病的 有些是没有得吃的 那我才发觉就是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从那个时候 我就是很喜欢小朋友了 会他们唱歌 后来就 因为这样子就 那个唱片公司的人 就来找我去做歌星的 所以没有小朋友的话 我根本不会是现在的我 不管你是女的 男的 穷的 有钱的 你可以去爱人的力量 就是一样的 就是用你的爱的力量 去爱人 保护人家 那你自己就可以被爱 也可以幸福 要是你时常 就想自己的话 幸福就不会来的 那个义工带给你 终于知道 你自己可以做什么 然后后来你就是 这一生大半的时间 其实你都在 你都是在 为联合国 做一个和平的义工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去爱人 不管你是女的 男的 穷的 有钱的 有读书的 没有读书的 病的 健康的 你可以去爱人的力量 就是一样的 都是平均的 所以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所以应该多用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有被爱的权利 幸福的权利 可是呢 这个权利就是 你要去保护人家的权利 才可以享受这个权利 就是用你的爱的力量 去爱人 保护人家 那你自己就可以被爱 也可以幸福 要是你时常 就想自己的话 幸福就不会来的 我时常跟我的小孩子说 就是每一个人 你生下来的时候 已经拥有很多 幸福的种子 可是那个种子就是 在你的心里面 不会开花的 要把它散播到其他的人的心里 才可以开花 开那个幸福的花 所以你需要幸福的花的话 你要做一个好人 让人家觉得可以给你一点种子 做一个人家喜欢你的人 而且你一定要把你的种子拨出去 要不然就是浪费了 因为在你里面不会开花了 我觉得每年我可以去探访小孩子 就是一个礼物 好像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 我见到他们 这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间 我时常到那边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今天我给你们一个功课 功课就是回家 有一些时候他们没有爸爸妈妈 就是带你的人 你就用保他说我爱你 我就叫他们用英文用中文说我爱你 他们就跟我说我爱你这样子 他们说回去用保 人家很难这样子的 我说可以用我来练习一下 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走上来 用保我 然后说我爱你 I love you 那个感觉太好了 这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对 然后他们就是慢慢 当初不是女生来的 慢慢男生也来了 然后一起拥过来了 这样子 每一去都是很感人的 有一次就是我去探访了 西里亚的难民 他们小孩子过来跟我练习 然后练习完了 他们一个一个去 跟旁边的工作人员练习 工作人员都哭了 应该也快哭了 大家都哭了 后来帮我开车的那个人他说 你给小孩子一点爱 他们就玩给你那么 怎么说 那么多倍的爱 那么多倍的爱 不是加是multiple multiply 不是addition 是multiplication 这样说 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真的 那我最后很好奇的就是 有的人会觉得 这本书非常轰动 所以我希望看过 我把三个儿子送进史丹佛的 海内外华人朋友 你再看一下 都是地球人 被遗忘的孩子 这两本书看起来好像很不一样 哇 这个I really 长春藤的名校 然后这里面 有的人他会很怕说 我不想听贫穷的故事 我不想听悲惨的故事 但是这两本书 如果你告诉我们 其他有一个common ground 这两本书讲的是一样的 那是什么 谢谢你 我觉得是一样的 就是叫我们的孩子 你们是地球人 你们要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是跟你一起生活的 我们要互爱互助 要不然的话 幸福到你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觉得他们可以进去斯坦福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心 有这个心 他们希望通过教育 通过他们的techniques 他们的knowledge 专业的能力 去把这个社会改变得更好 改变人类的未来 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就是斯坦福 希望找到的年轻人 所以从这个想法 改变你的思维开始的话 我相信可以进美国的 顶尖的学校的机会伟大很多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大学 都是在寻找这么的年轻人 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 把整个地球当做一个学校的话 需要的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 有梦想的 有勇气去寻找自己的梦想 得到梦想之后 也先去 也可以跟人家分享 这种的年轻人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美玲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就是 短短的来台湾 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 宝贵的机会 谢谢你把你的圣诞礼物 带给大家 祝福你先生 你的三个儿子 然后美玲老师 他已经当婆婆了 所以下面的家庭 每一个人都成为 在这个地球上 带来和平的人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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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